天招的视频做完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SP营草的视频 我去真是萌萌哒 哎呀这个真的好可爱呀兄弟们 虽然力会一般般 但是这个建模真的是carry全场 我们来听一下他点出语音 他说白狼什么练习什么不太清楚 接下来我们来点击一下其他地方 哎呀哎呀真的好可爱呀 再来点击一下他的小手 听不太懂了 总而言之我日语本当下角 你们可以帮我翻译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营草的智能 营草的技能先从二技能被动开始看 更容易看懂 被动它是一个唯一效果的被动 我们这边只要有溢出的奶量 就会存储为营草的一个叫做蒲公英之力的东西 而这个蒲公英之力的上限是营草攻击力的1800% 除了蒲公英之力之外 它的被动还有一个叫做种子的机制 营草回合结束后 自身会获得维持一回合的两颗种子 然后呢 它先机会为全体被召唤物有方附加上两颗种子 而这个种子有什么用呢 持有种子的有方在生命降低时 移除一颗种子 如果种子消失 则治疗营草攻击35%的生命 而如果我们受到间接伤害 则将受到的间接伤害转化为蒲公英之力 同时治疗量翻倍且不移除种子 单次攻击罪都出发两次 说人话就是如果你身上有种子 那么你受到对面的直接伤害 这个种子会消耗一下 然后回复你一点血量 而如果你受到的伤害是间接伤害 你不仅不会受任何伤 种子也不会被消耗 而且还会给我们营草增加蒲公英之力 相当于营草是一个非常克制间接伤害的尸神 说完了被动 我们再来看营草的普攻和大招 营草的普攻 它平时的普攻就是一个平平无期的普攻 但是如果你拥有普攻英之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消耗普攻英之力的200% 来增强这一个普攻 它的大招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消耗普攻英之力 来对大招进行一个增伤 大招是一个二火大招 它的大招伤害会平均分配给全体敌方 并且在释放结束后 为所有友方附加两颗种子维持一回合 然后大招这一边释放的时候 会消耗自身初始攻击 340%的普攻英之力 然后造成一个伤害 而且大招跌到LV5之后 这消耗的普攻英之力 还可以继续叠加 至多再叠加360% 如果自身受到间接伤害呢 又会再提升120%的普攻英之力的消耗 持续一个回合 我来给大家打一场实战 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的营桃先机会给全体友方增加两颗种子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桃花药来奶 那么一出的奶量就会让银草吸收为普攻英之力 然后这个普攻英之力不仅会强化普攻 也会强化这个大招 来我们用普攻打一下 OK 直接打出了一个伤害非常高的普攻 然后身上有种子的情况 只要受到伤害 我们就会围一下血 不仅如此 一出的普攻英之力 还可以对大招进行一个强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招的伤害是多少 这就是营草最知识神能打能乃的一知识神 如果营草身上没有普攻英之力 那么它的普攻英是按着的 但是如果营草身上有普攻英之力 它的普攻英就会变亮 看见没有 这个时候你长按被动 就可以看剩余的普攻英之力是多少了 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清楚营草的技能机制了 那么营草最知识神的输出能力到底怎么样呢 它的大招是一个可以平摊所有伤害的大招 所以它的大招不仅可以对单 还可以对群 所以我拿营草的对单来对比一下 版本T0对单许所知难 对群来对比一下版本T0对群的孔雀冥王 来给大家看一看 预魂我用的是同一套预魂 然后手法用的是完全一样的手法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对单对比许所知能 来这边把该上的奶量全部上上去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普攻英之力 已经完全达到上限的153416了 吹一下 OK 49万 再吹一下 第二下是45万 接下来我们来看须左 手法和刚刚一模一样 须左第一下只吃了无火狂鼓 比营草的第一下少吃一点狂鼓 我们来看 蹦须左打了51万 然后须左第二下 蹦打了50万 明显发现还是须左的输出要更高一点 除了对单的输出能力不如须左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动画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没有须左那么干脆 所以对单肯定是比不过须左的 既然对单比不过须左 那么对群可不可以和孔明碰一碰呢 左上角是用大元辅助SP营草的 右上角是用小元辅助SP营草的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下掉青枝 下掉寻香型 下掉千枝 这三个要是下了 他的伤害只会更低 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剧透了 大小元辅助SP营草打出来的伤害呢 在4000万左右 对比常年六七千万的孔雀明王来说 SP营草的对群能力 离孔雀明王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 所以说相当于SP营草 对单是不如须左 对群是不如孔雀的 怎么说呢 对比同时期的短线女王天兆 我个人觉得SP营草算是一个 综合性比较强的角色 他在对单和对群方面呢 都达不到P0级别的输出 但是他可以奶人啊 一边打一边奶人的奶量还非常的高 同时他可以让你全对免疫所有间接伤害 这就是SP营草的含金量所在 而且SP营草 他如果不作为输出 只作为一个辅助的话 他的加入能进一步提升魂王的这样一个速度 还有他肯定可以在魂海里面有就业岗位了 至于他斗技好不好用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问了一下 我那些善意打斗技的玩家 听说现在斗技基本上都是不上奶奶妈的 斗技基本上都被禅境给包揽了 我的那些会打斗技的玩家们都是这么说的 但我也不太清楚SP营草在斗技里有没有用了 这个大家就等斗技主播帮你们看一看了 以上就是SP营草的一个评测视频 我个人认为对于PVE玩家来说天照是必拿的 SP营草对新手来说很友好 因为又能打又能奶的 反正看兴趣看屏幕前的各位的兴趣自行取舍吧 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 再见